今天的发售话题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土地售价比便当还要便宜 只要105块钱 彰化县政府代售二战之后 没有所有全人的土地 今年第一批代售的29B土地当中 土地面积是从12平方公尺 到18000多平方公尺都有 不过其中来看看这个最特别 最便宜的土地呢 是坐落在二水乡的日明段 第一号是1279 代售的土地面积非常的小 只有0.003平到底有多大呢 就是一个拳头这么大 其标价105元 但是由于这个土地呢 是属于多人持有 民众就算买到了 恐怕只有持有权 没有使用权 3.75平包含这边的一些些的维建 明宅边水沟旁 这块竖起告示牌的西林地 就是县府即将代售的土地 面积0.01平方公尺 你标价只要105元 所以我去买A30元 热了 基本上一片都 都几百块一张 0.01平方公尺有多大 换算坪数只有0.003平 长宽大约10公分 比一张A4纸还要小 只够放个茶杯滑鼠扫花盆 一张纸超还不够放 更别说想要两脚站立 只能垫起脚尖 狂发斗 台湾在二战过后 光复出奇 不少土地所有权人不明 光是一张画就有3600多笔 经过逐年标售 仍有649笔土地代售 今年第一批代售的 29笔土地粥 面积从12平方公尺 到18000平方公尺都有 其中最便宜的 就坐落在二水箱域名段 土地面积只有一个拳头大 加上土地属于多人持有 民众买来恐怕只有持有权 没有使用权 抵价的审核小组 当然有专业的 也有教授帮我们协助协审 协审的时候是一个抵价 还有市场机制 决定它最后 最终的一个得标价格 张画县第一批代售土地 将在30澳上午开标 后续若今两次公开标售 都未能标托 将以规定登记为国有 由国家处分 管理活化 借贷人帽张画唱不懂